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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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很冒死做不戴口罩 做節目戴口罩人 做節目戴口罩人的 很辛苦 戴口罩都會清潔的 我們都會清潔 這幾天上班時都不停留意哪裏有廁紙、口罩 回來請看 歡迎大家來到第48集的Gether Live 今個星期我們也想想有什麼題目和大家說 我想這個疫情也不只是香港、中國的問題 已經是全世界的問題 過往去到2月、3月 都有一系列外國的採訪活動 或是戰艦會 大家都看到消息或新聞 未來的MWC 或是今日公佈了日本的CP Plus的相機展 都決定取消 當然不止 大家有留意早幾天 Samsung Galaxy S20的發佈會 雖然發佈會是繼續舉行 大家看到網上有Live、有Streaming 但其實香港和中國的媒體 所以這次是無法去到的 所以我們也有機會去到美國玩一部機 但也沒辦法了 我們也要留在辦公室 和大家一起看直播 暫時這部機器還未來到香港 所以還未可以玩 是的 應該 有機會是連卡佛有機會玩嗎 我看新聞稿 沒錯 今天是2月14日 也要等一整個月 也要等一整個月 是的 等一整個月 但你2月14日帶上女朋友去 先訂住 我想都可以了吧 放到骨吧 他現場都可以訂 一定 一定 萬三元 應該去年卡佛就沒有那麼多人 是的 萬三元 現在真的少了人去逛街 所以舒服一點 進去年卡佛也比較高檔 高檔 Sensu PowerSop也有 是的 那麼多人怎麼都不夠 MWC多人 是的 影響也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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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取消也是對的 取消也是對的 取消也是對的 其實 很老實說 這個展其實就是 每一年電訊界最重要的展覽 是的 那麼 我們 不撇除 多不多中國廠商參加 一回事 其實大家 整個地的電訊商 都會在這個展覽裡面 會看一些大家 會想有些什麼技術 或者有些什麼 合作的方式 可以在這裡 找到 還有沒有其他事情可以發生 是的 因為原本都很重視 就是 當時 你去過幾次 之前都去過 但今年始終都叫做 5G 第一年 所以這一年的MWC 大家都 最初都很期待 看到很多 比較實質一些 或者具體一些 5G 會不會有些應用 一些服務 加上很多手機 大家想要 show off 今年有什麼5G機 可以準備入手 誰知道 一下子就 沒問題了 應該還有很多應用 可能是我們未想過的 是的 我覺得其實 大家都會看到 5G手機 但是應用 有些什麼的解決 例如可以適合亞洲地區 甚至適合香港 其實這個 可以在一個很好的場合 可以看到 還有 例如 今年2020 東京奧運 是的 幾家龍頭電訊 日本龍頭電訊 應該就 其實我之前是會預計到 會有些5G的應用 或者有些什麼 是的 在一個展示 那裡消化 對 我們到今年冬奧 究竟我們會用5G 去做到一些筆 或者做些什麼 隨便 隨便這個 正式宣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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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 對 對 一月是CS,接著是MWC CP+,是否隔年有? CP+,應該年年有 去年也有 相機展 這三大展差不多等於上半年的展示 有什麼新的數碼產品 電腦、影音、相機、手機 這三個展示都包含上半年 下半年就有Computex、Hiver 就是下半年的機器 基本上上半年就玩完了 你還有一些三月Apple是否能搞成呢? 我想Apple會照做的 當地或者那邊的很多媒體都會撐到你 亞洲飛過去的媒體 過去來說都是一個很少數的 對 即是經過Apple因為過去的亞洲媒體 其實不算很多 對 即是他都幾時一條去選擇 其實Apple可能那個情況會跟聲音一樣 即是他們一定會照顧 所以美國、澳洲或其他地方 可能真的有機會 即是可能真的有機會 即是可能真的有機會 可能加一間亞洲地區 今年最慘應該還有一個Sony 不重要 Sony說了是會做YouTube的Line Stream的產品發佈 所以都會看到HP有什麼新的機器 因為今年的HP都是一個5G的裝置 所以都會看到 因為其實從整個之後 其實現在市場上的手機的品牌 除了Samsung、Sony這兩個大 或者加上Nokia這幾個大的品牌以外 差不多其他的都大部分都是一些中國的品牌 所以就有些人在選擇上面 其實就不算很多 有些人喜歡玩其他外國牌子的手機的話 其實就因為LG有沒有 不是說沒有做手機 只不過已經不是很高調地去做 仍然有出的 剛才應該會出版本 V系的 但香港做不做這個 我還未知道 因為最初來講 就算有V系的新機 香港我會不會回來做 其實有機會是不會 可能只剩下水貨 所以也是一個選擇困難 我覺得接下來換人再收集 華為又說明 就算你搞定Google的拉伸 他都不會再開一個Android 變成你選擇上面 就有很多的限制和制掌 對 那大家 取締於底 喜歡 喜歡 找 我也覺得是這樣的 你可能有些不想使用的話 真的被選擇 對 其實今年除了MWC 剛才所說 本來也有些期望之外 其實CP Plus 相機展 今早也看到消息是取消 其實CP Plus 今年也是看高一線的 原因就是奧運 奧運的通常每四年奧運年 會有比較多的相機推出 即是無論是專業的 攝影記者用的專業機 又或者是一些 顧客的程度 相機都會多 我想如果大家有留意消息 都會看到 特別是Canon 這兩個月是 專業機 又有 商品機 亦都有很多動作 有鏡 有機 而那個突破性 亦都高 有8K 有8K 剛才我們未開咪前 就研究 他應該一支新鏡 24105 但是MARCO很厲害 雖然光圈很小 最小的光圈只有7.1 但是很細緻 過去我們可能要用24105 也有這麼大 可能一個汽水罐這麼大 現在他就縮小了一個 所以有時在機動性上 亦都有一個優點 好玩的鏡 對 如果你不是要求一個很漂亮的解像 或者質素 不要說了 因為未見過報酬 但是他就說 我不是要求一個光圈 我覺得那支鏡是蠻好玩的 一來輕巧 二來 用起來24105 不是很方便 之前SONY EMAN EMAN 24105 那支是Power Zoom 如果EMAN 即是FE那支 FE那支24105 是很大支 18105 那支又不是每個人適合 對 所以如果CANON出支24105 我相信對消費層級是一定的 可惜 現在不能看實物了 要等個別品牌 個別去做產品發展 本來就應該在CV Plus裡面 大家可以摸摸 全都可以摸摸 沒有了 我想最快有機會 可能成行的 都要4月的活動 現在才有些新的物品 看看 但去本一城都還未知 不知道 是吧 行天 那 8K 剛才我們說的 新的8K 8K 不知道 相機 手機 也有 S20 剛剛 我們今個應該是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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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時 三點鐘 明天 八小指 公布了 今次這台機 如果我們相機有多認識的人 其實都 不少 之前已經看過很多Romhouse 流出的東西 最終convis出來 跟Romhouse這樣子的一樣 有一個不同的可能就是大家都覺得怎樣叫Ultra Ultra,怎樣叫Ultra,可能就是極致 因為台灣之前有S10,S10E,S10E,S10 Plus 現在就變成S20,S20 Plus,S50Ultra 整體升高了一級,因為S10E去年推出的時候都挺被人忽略的 雖然我記得去年說過,S13我個人是最喜歡S11的 但你從市場上看到就好像那一部是相對容易被人忽略的 或者大家覺得可能它的價格最低 其實最主要它是最小的,但最好處我覺得那一部是 因為它不是湖面的,是過來的 按起來就比較沒有那麼容易按錯 而且我喜歡那部機器可以單手操作 因為今次S20這部S20,其實三部機都很大的 最小的6.2,S20Ultra是6.9,所以很誇張 其實數應該跟上一部S10,S10 Plus 5G是比較大的 今次S20Ultra應該跟它差不多 我現在手上還未找回S10 Plus 5G 但這三部來說,你個人是否會供頂Ultra 因為它有一億像素鏡頭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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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照片是ώς那樣遙遠 或者拍到都用不到 但其實人物是不能說的 意義在哪裏 意義在哪裏 意義就可以插相 對 拍一張照片可以再加四張五張照片 對 其實記者的發布會也是說 其實拍了一張照片之後 因為一些像素出來過 有很少的細節 有些位置你不要燃 有些位置你想要 如果之前你用一些 壞東西講完 六千四百萬 四千八百萬 TOP出來都未必好一點 都未必可以覺得你接受得好 但是去到這些場所 這個TOP回到某個位置出來 亦都可以用得上 其實這個理論就有點像 Sony我試過HR4 由四千萬像素Full Film 去到六千萬像素Full Film 雖然聽到那個規矩 差二千萬不是很多 但是TOP出來那張照片 就已經是很誇張的一個分別 我記得上次都在開Line 和大家看過一些照片 例如九龍頂戒香港 你看到對面天星碼頭有個大媽子拍 對 你確認完之後 去到這樣 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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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散的 這是很誇張的 一億像素 這次S20的一億像素 是否真 還是計算出來 其實是真的 是真的 是否改良了小米那個 小米其實 如果你嚴格來說 S20 Ultra 就不是第一部一億像素 那應該是小米60 是 但是 其實他們兩個 是用不同的聲音牌 這次這個 是用了一個 其實是合作開發的 對 IsoCell Bright HM1 對 IsoCell Bright HM1 上次小米60部 就是IsoCell Bright HMX 大家的底 那個感光元的面積是一樣的 因為 有1.33吋 但是 這次 他會再做了一個 叫做 NonaCell的技術 那 普通呢 可能在圖裡面 會驗到 普通呢 通常是用了四合一 四合一像素 四合一像素 大家都知道 像素變大 好唱名 吸光量多 那個 畫面的 能力 會相對看 應該是減少的 嗯 尤其是在這個 夜晚拍攝的時候 再加上 床桿自己的演算法的話 其實夜景 效果應該會提升的 那這次 簡直是 做了 九個 九個像素合成的 你想想 九個像素合成一個 那其實 108 除九 這次就是 108除九 真的 比較好 你先想 108 我馬上說 出九 答你 1200萬 普通情況之下 就是出1200萬 這個好處就是 可以 畫面的順序度提高 晚上其實 吸光量提高的時候 會令人的照片 會少一點 即是出來的照片 數值都是1200萬 當然 你可以用一億的 即是用一億的 像素 按鍵就可以轉 就可以了 那是否就是說 一億模式是 日光下影就好一點呢 真的會 這個 我可以跟你們說 是的 是的 其實大家都會告訴你 例如你 陽港部照 在你土 舊光那場 用一億 是真的會 可以 那就是 適合你剛才說 財相的用途 很舊光 你說夜景不住舊光 就將它加進去 九合一 和1200萬模式 是的 那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感應器 可以拍8K 拍機24V 它好像三部機 都可以拍8K 沒錯 其實就是粒CPU S865 足夠快 更多 但是就可以拍8K 理論上 因為有 外媒 應該說外媒有試過 大概應該要 一分鐘 大概幾五秒 都要整個版本 是的 所以 因爲 S10 Ultra只有五百 就要極的東西 那如果真的拍很多 拍機片 就要買 MIFOX用 不是 SSD 立即做配合 512 還要加一字 在後面 不夠用 爲什麽 之前是有1TB版的 可能因為整倍都買 太貴了 嘩 嚇到別人 那個數字 可能是歐 現在都慢機了 對 慢機再加1TB版 即是 15-16元 是的 S10就是這樣 S10工地 但是其實還有兩部機 大家也應該很留意 是的 這部 我那晚看完發表會 是這部令我個人心動的 S20 是 爲什麽呢 因爲 玩電話玩了這麽久 摺機是有點情意結 是的 我的情意結 就是現在的手機實在太大了 太大了 可以縮小一下 很多時候放 尤其是放入袋 是的 就已經太大了 放不到 這個就是 我不用摺 很方便放入袋 用的時候 攤開就等於一部正常的 Android電話 6.7 6.7吋 那這個就 一流 再長一點 因為是21比9 21.9 差不多 22比9 長一點 都接受 因爲你玩慣的Sony HP5 都接受了21比9的螢幕 這次 摺機其實我覺得 雖然最初看實物 可能看了這個 Galaxy Flow 看了之前的版本 打橫揭的版本 又覺得打直揭 好像沒什麼意義 但不是 看完它發佈 這又不是 OK 有回到當年 我們以前玩摺機 那種 那種感覺 Visa 以前很多摺機 我不是玩Nokia 以前的Sony Ericsson 很多無數 尤其是Sharp 我最喜歡的是 以前Sharp那部摺機 即是Stormatone那一部 有哪一部 沒有 沒有天線的 Sharp那一部 銅色的 對 那類摺機 有情熱的 那類 那些日系摺機 所以對摺機是有情熱的 當然 我也有機會 也會去看看實物這部機 雖然價錢 很貴 貴得來 竟然沒有5G 對 看看實物是否吸引到我 但我覺得他在打的是女生 很女生 或者是一些很廣告外型的男生 小鮮肉 有另一張照片 可以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真的很細 這張手可以展示一下 真的很細 如果女生 一架紫色 你送給他 就完成了 可能美美刺紫花 美美口罩花 很重 口罩 口罩 尋覓得高揚 那款口罩 對 更帥 我當時覺得 其實都挺 紫色不錯 金色都不錯 金色好像要遲些 黑色就先看實物 黑色我覺得 如果女生用的話 紫色就不行 或者她那隻 Cross Over Tong Bong那隻版 那隻也挺有趣的 那個版 有條三件 這個男生女生都可以 這款 真的是失禮場的設計 但她這個是整組 連衣機和櫃 這組應該是 這組是賣二萬零幾的東西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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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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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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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這個版本 都不便宜的 都不便宜的 好 那 那 就是這兩樣 手機 對 我看這個 其實接下來還有的 例如小米也會有 小米也會有 都叫做 Soft Launch 遲些有機會 都是同樣 然後 Sony也會做一個 網上的發佈 我想接下來 都會有很多手機 但是 就變成了沒有一次過 讓你看完 那麼開心 對 或者大家 真的要 逐次 隔幾個星期 或隔一個月 在網上 先行 S20有沒有收到 什麼時候 有 消息留言 都要 可能有機會 三月才出 會不會等待台部 5G ready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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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沒有消息 暫時沒有消息 對 那 都 外面空間都有一些 風 就說 某台 某最大台 應該都4月開始 Soft Launch 不知道 那我覺得都是 差不多這個時間 應該都會 可能會早一點 可能三月內 有機會出機 那 其實你看看 ZVIP 他說3月6日買 那 我想S20應該是前後 之後 前後 有機會太難 對 那 期待 那 剛才也說過 小米 小米 都是一部 有一些像素 也是用S80 那一部便會便宜一點 但是 吸數不同 哈哈哈哈 剛才說了網速 其實 我們今天 都 做了些事 做了事 大家都知道 今天 就是 港鐵的 全馬線一旗 團馬線一旗 因為我記得 全溫壞車 哈哈哈哈 我一直做測試 就 聽到 有廣播 是的 那 屯馬線一旗 通車 我們就 走去八卦 當然 我們走回 我們做的範圍 就不做其他相關 我們就做回 跟科技相關 就是說 我們去看了 兩件事 第一 就是那個 新車站的網速 原因就是 很多人都很 對這個 港鐵裏面的 流動網絡的速度 就一向都很 很有意見 或者不夠用 又滿捨的 就算之前 有一些新線的 開通 大家都有留意他們的網速 但是沒有什麼驚喜 差不多 但是今天 我們去試了 這個 馬線一旗 就是 由啟德 鑽石山 一些新的站 特別新 鑽石山的新益 和啟德站 的網速 很驚喜 這 鑽石山 鑽石山 禁腳 有些售 但旁邊的車站也不差 可能景點就有一點 顯境有一點不同 因為它是地面車站 地面車站有時候 你可能收到一個訊號 究竟是站內的Micro-Sell 或是街外的訊號 其實就有影響 你如果在顯境站 向著街市那邊 你收得差一點 反而是向啟德 即是啟德園那邊 向著街市即是向顯境村巴士總站 對面就是顯境村那邊 對面就是顯境村那邊 因為它有兩邊 一邊就是向著舊的九龍塘 就是舊的東鐵市那邊 東鐵市那邊 那邊就好一點 向著顯境村那邊 就是會差一點 因為顯境村那邊 其實本身都有網絡遜 顯境村都屬於一個 舊的村 什麼舊的村 可能你收緊那邊的色路也不定 同樣情況 在啟德也有這個情況 啟德就很荒蕪 啟德呢 因為譬如我們試的情況 就是在啟德站裡面 跟你走多幾步 走出啟德站出口 就已經是天同地了 是的 因為我們今天去測試 啟德站三個出口 ABD 私人不見了 ABD三個出口 都在站裡面 其實都有百幾二百 都有的 但是一出站外 可以跌到斷 是斷的 我們試過斷了幾次 才能拼得到勉強 你那個站外 是不是很荒蕪 還是沒有什麼 全部都是地盤 地盤 真的全部都是地盤 剛才那個畫面 大家看到那個畫面 就是我後面的地盤 即是那個啟德站 那三個出口附近 即是不近啟程村那邊 其實它是出在中間 有個啟程村的站 其實它有一個不知什麼遠的地方 算是比較近一點 但是直接在閘口 剛剛一出一個閘門的時候 你應該都收得很差 還有我不知道晚上會不會很黑 因為周圍真的是 還是地盤 圍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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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站本身也是很漂亮的 其實那邊也是 開發很多東西 其實那邊可以數到就是啟程村 要是德朗村 還有其他一號那些 其實周圍都真是 不過我都想 大家可能都有個問題 其實整個屯馬線 都不是一個5G的網絡 都是4G 真的要跟電訊商 了解一下 會不會是鋪了5G下去呢 以前的做法就是 大家 成見 大家看看哪個成見 就幫他做 做了 然後大家一起去用 如果現在都不建5G的話 不知道什麼時候再搞了 我覺得應該有些 例如鑽石山 因為月台 都可以收到300Mbps 都很快 真的很快 其實都是看法 鑽石山 我想奇怪 你有沒有試過 例如舊的 觀塘線月台 沒有 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因為它完全是分開了 是兩個站 中間是用一個隧道 對 有三條隧道 如果你說地鐵站內 有300Mbps 我想整個香港 所有港鐵網內 沒有一個站 去到這個速度 有 300Mbps 有些已經升級了 譬如南港島線 是有的 譬如有些 北角月台 北角月台 北角的大堂 有些其實它都升級了 升級了 還有其實我要提提 就是 我的同事 即米奇 我們去試 你用什麼時候 我用Pixel 3 對 Pixel 3 試的方面 其實如果你用 周六實況 如果你用Samsung S10 應該會再次高一點 因為它的速度 可以再次高一點 隧道裏面 是在行車上 有沒有試過 有有有 我們試過行車那裏 如果是在九龍段 其實是上到120度 甚至是從顯徑 到鑽石山 在九龍段這邊 是上到220多 但是 我們就同一試過 就是如果一過了 獅子山 大佬山 一過了山之後 它會突然降下來 是的 可能是因為 還沒有轉移 一出了隧道 就已經是 顯徑站 所以在顯徑站 向著烏溪沙的方向 它是突然降到 只有20多 是的 跌得很快的 可能去到大圍 過了顯徑站之後 會好一點 是的 因為顯徑站 就算你到大堂 又回到180多 是的 都正常合理 合理的 合理的 不過整個測試 都是向烏溪X方向 月台 那方向是特別弱的 特別弱的那邊 可能都會反彈 有機會 周圍的 建築物都會有影響 還有可能大家會 不知道 知不知道 因為其實地鐵站 裡面的網絡 就是不屬於任何一個網絡商的 那個擁有權 應運權 應該這樣說 所有的基建 都不屬於大家 是的 都是港鐵自己的 所有的網絡商 是要跟它租的 是的 所以它放多少的速度 用什麼網絡 其實 未必是每個網絡商 自己可以 控制 例如之前有些人投訴 某個網絡商在港鐵 就特別差 滴滴仔 放工時後10K都沒有 這些投訴 其實未必是那個網絡商 本身可以控制到的事情 因為其實他們都很想去 改善 是的 他們都很想去改善 但是你要想一下 其實那個 那條水口 收車 就是服務時間之後 收車到第二天 那個時間是很短的 他們自己 本身地鐵 要自己維護 所有的站 或者路軌 要維護 我還要去分配時間 給他們升級的話 其實 這件事 就是搞到很悶慢 他們自己都很早之前 可能已經由4G 去到4.5G 的時代 都已經說 其實我們真的 只有很少時間去做事 有時候 現在在用的 基建的東西 是很早已經做了 很搞的 用量真的未必可以支援 那麼多人去用 所以令到速度會變慢 新站又不同了 新站所有東西 由零開始製造 你一定可以錄到最好 最好 令到 使用者 可以體現得最好的 硬件 所以 這裡真的要問 究竟他們有沒有用 不知道 我相信應該是有的 可能要看 究竟 那些 頭頂的銷售 究竟 是否跟以前那些一樣 是否換了 正方的 我不知道是否看到 因為它有很多時候 是收了在假天花裏面 你未必看得到 那個銷售 不像你說上次 荃灣那個商場 你會看到 一些不同的 4G和5G的銷售 那你就會知道 那些很大 那個餅 就是5G 尖尖的 小小的圓形 那些 那些 就是4.5G的 Micro Sell 剛才有些正方形盒子 正方形盒子 可能有機會是5G的 但也要看清楚 那些是閉路電視 看著 這個 反光勁 像是漏斗 那些 通常都是4G的 有個黑色波特 出來的 通常都是CAM 有些是Projector 有個站在鑽石山站 那些車模狀況很大 對 周圍都會設定Projector 對 好 那大家會不會之後 再有機會再試 是 這次我們除了試過Network之外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 我們試過空氣 我們特意拿了機 拿了機仔 走去 上集出鏡子 對 對 空氣質素的量度機 我們特意帶他去 試一下空氣質素 基本上算好的 如果你說是PM10 CO2 和甲醛那些有害氣體 都可以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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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推出那個是Excellent Excellent 但PM2.5 就相對差一點 真的比較 尤其是鑽石山站 網速很快 但PM2.5也很高 都是去到有Health Concern的 入了群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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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可以看 因為鑽石山站 真的被困在裡面 除了A2出口 他是全地底的站 我們這裡響 我們這間房子不行 我們這間房子不行 但相對於新站 例如啟德 露天的地方 他很多的出口都是直通街 所以 啟德的設計 是不是地面大堂 還是地底 但是地底和地面 基本上你看到天 你在D出口看到天 所以其實都很通風 你在啟德站 你會發現很涼爽 當然 明天起滿密密麻 樓之後還通風 我就不敢說 但是他的空氣已經去到中級 啟德站的整體空氣已經去到中級 沒有一個會超過所謂不健康的 如果你說鑽石山站 即是新翼那邊 空氣質素一般 PM2.5高 除了不移久留之外 沒有什麼可以預防 無論在月台或大堂都是高 月台好少少有車 PM2.5好像有些口罩過到 嘩 N95 對 N95口罩 不過都小心 都說過到的 這個留意 通常新車站或一個地方新裝修完 都會有一個短時間 有這個情況 不過有一個令我覺得很驚訝的 是 顯徑站 顯徑站 本來是露天 一有窗口就沒有問題 但是一沒有窗口 有些車頭車尾位 他的PM2.5 比鑽石山更誇張 這個要注意 所以如果大家在顯徑站 即是月台裏面的車頭車尾位 對 即是在中間上車 中間上車 這個所有站都是一樣的 就是車頭車尾是特別差的 空氣 車中間的空氣是比較通 這個大家要注意 而且因為有這個 困住總 沒有樓梯的了 即是中間有多些電梯 就可以駁到大堂或其他地方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不要掛著車頭車尾 叫做有空位 車頭車尾的數字是更高 比鑽石山新翼 是 我還以為他一來是一個最早起好的一個 團馬線車站 起好很長時間 應該擺到擺到 散散了吧 有很多山風 對 還要是露天車站 但原來有這樣的情況 也不怕的 現在大家都個個都戴口罩 其實又不是很大 他只是有一個大概 我想兩米至三米乘三米 一個範圍 還要特別強 所以 沒有車頭車尾 如果你對空氣 可以的話 盡量不能在車頭車尾 上車等車 明白 小貼士 現在好在搭港鐵的人的密度 都沒有以前那麼多 今早看很多鐵粉 走去鑽石山 五點多的那些 任何 我想頭一個星期都會出現這些 有些粉絲去探新鮮試一下 或者今天可能剛才 這個時候下班的時候 有些人會轉這條線 回家放工都不定的 嘗試一下 很多家長帶著 小孩子不用上學 帶著小孩子 就去看新鐵路 哈哈 但是這個 你啟德出來了之後 沒有東西 啟德是特別多人 因為是全新的 但問題是 你走出來方圓有沒有東西 有沒有地方走 有沒有商場 有一個商場 有 好遠 因為宋王台還未開 還未開 睡到可以 宋王台開了 就馬上可以去九龍城吃東西 哈哈 走好遠 可以的 有出口 有出口 搭辦到獅子石道那邊 有的 有的 問題就是 現在的九龍城已經靜了很多 沒有了 比起早幾 五六年之前 都差一點 吃東西 都回回吃東西 人流就未必好像以前 那麼旺 整條街 雙倍搭配 是啊 泰國賽多到現在都少了 少了都幾多 在九龍城街市買菜 那邊都OK 九龍城街市那邊 仍然保持到很多人 是的 好 今天 講完 其實三個人都是受到疫情 是的 這三個人都是受到疫情 希望帶點過去 雖然都不樂觀 行山 現在每個星期六日 行山不要丟這些口罩 是啊 真的不要 因為我每個星期六日 都可能跟小孩子行山 但問題就是 下個星期大家看到 可能我們會準備一些題目 是講行山 哇 我們去拍照的時候 哇 滿個山頭 全部都是一地口罩 沒有說口罩 還是垃圾 垃圾 再加上口罩 因為本來都已經有些 飲品瓶 膠瓶 紙包飲品 紙巾 本來都很多這些 現在是再加上一大堆口罩 是 滿布一個山頭 都是 很 用恐怖來形容 不可以用誇張 而且這個情況 不只是一個地方 基本上 現在假期行山 遊客的密度 都幾高 會不會是高為哥 黃國 黃國 我不會這樣說 但我上星期行山 從香港那邊 然後到中環 那個密度 絕對比一個 龐晚的中環 多人的 所以 會不會更危險 所以 你走回來 我都是 戴上口罩 因為 那些人是 迎面來的 是嗎 問題是 你不是大家 同一個方向 有些人是 逆方向走 兜口兜面 那條路是窄的 對不對 有時候 真的要 借一借 才能過得到 所以 去到某些位置 差不多接近 接近 終點的位置 都要戴著口罩 走 所以 人比較多 但是 都鼓勵大家 出去走走 但問題是 愛護那個環境 還有 口罩本身 一來不織布 是 分解不到的 事初 和塑膠 是沒有分別的 是分解不到的 是一個大自然的環境 第二就是 口罩本身 都很骯髒 大家也不想 你想想 去呼吸 新鮮空氣 那些空氣 周圍都是菌 對大家 也不好 所以 希望大家 如果去行山 去郊外玩的時候 帶走 你所有 製造出來的 垃圾 帶個膠袋 用完 撿回去 背囊 到有垃圾桶的地方 才扔 就不要扔在家衛公園的垃圾桶 因為那些垃圾桶 基本上 是 沒有人收的 你不會叫一個清潔工 走兩個小時上山 去收你袋垃圾 這個是 不應該這樣做的 所以最好就是 帶走你的垃圾 不要小看垃圾 其實想想一個人 我扔一張紙 很多的了 很多的了 有時候有些 行山的長輩 他們就好人 會自己帶 一個大一點的膠袋 幫人收拾 幫人收拾 他們的行山像頭 是尖的 是可以刺的 刺的 刺的那些 譬如那些 紙巾 膠袋 那些 就可以不用手碰 刺著 放在垃圾 我見他們拿著 大袋下山的 其實是很誇張的 那個袋 滿了 橡膊 整個背囊 那麼大的膠袋 拿下山 幫你們收拾 所以真的 如果大家是行山的 不要留下 或者製造一些垃圾 在膠袋裏面 很好珍惜我們現在 僅餘的 可以脫罩的空間都沒有了 如果不是 好 今個星期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 都會有新的 都會繼續有新的 下個星期 可能就是 我們說今天 其中之一 我們今天沒有說過 很多東西 但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候到 都要等消息 是的 或者可能一到我們 突擊做 無錯 無錯 留意我們公佈 好 今天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 好 拜拜